歡迎收看今天的 最前線新聞 我是謝浩榮 頭條是強正第七天 一次有五人被活埋的 沙卡蕩步道 今天找到了手套 跟男型登山鞋 給家屬看照片 認為不太像是 新加坡夫妻的 但有小學生到場唱歌 幫救男隊員打氣 前進沙卡蕩步道 算台八線的這裡已搶通 但一條崗梁就這樣 垂落懸掛在空中 採訪車路過還得放慢速度 慢慢來 不急 不急 慢慢來 就在開放後 記者才曉得這幾天 搜救人員他們經歷了什麼 一路上看到許多護欄都有缺口 還有兩輛工程車停在現場 車體呈現V字形 過了不久 終於來到沙卡蕩步道的 進出入口 可是卻是這副模樣 實際來到沙卡蕩的步道出入口 可以看到這步道 原本是有一些 鋼梁跟護欄擋住的 但是地震當下 落石全部把他們給砸爛了 現在這個地方 也是搜救隊員唯一的出入口 出入口因為被落石砸中 嚴重毀損看看之前的模樣 後續還得維修 否則遊客很難進入 而沿途的步道 本該避免滑落的護欄 東缺一塊西缺一塊 河道上也有挖土機搶通石經過的痕跡 重機具的部分 只能仰賴這個河道來做通行 可以看到原本都是一大堆落石的 重機具都把他們開挖 清出一條路 而且地上還留有重機具經過的痕跡 為了持續找尋新加坡籍的夫妻 還有遊行一家五口 另外三個人的下落 搜救人員沿著陡峭的山坡緩慢移動 每一步如果不小心 底下都是萬丈深淵 而且還會遇到土石崩落 就怕後面的人不曉得 救難人員吹哨子提醒 今天除了在步道0.85K的位置 找到新的手套 也帶回8號發現的鞋子 提供給家屬指認 而重機具也持續往前挺進500公尺 預計10號就能抵達 遊家人失蹤的地點 可以趕快讓兩名罹難者脫困 讓我要擁有你真心的面目 前進指揮所傳來歌聲 原來是新城國小的學生 他們自發信到這裡 送卡片和唱歌 幫救難人員打氣 隨著重機具的進駐 將帶給救難人員更大力量 也正好呼應著這歌曲的名字 明天會更好 TB宣綜合報導 回顧702強健當下 空中跟地面影像陸續曝光 飛機乘客誤以為是山藍遠霧 卻是山崩成土 還有轎車幸運躲進了隧道 否則落石不斷砸落 可能喪命 道路邊坡突然大量石塊 從天而降 瞬間揚起震震沙塵 天上下起落石雨 大大小小的石頭滾落 駕駛一發現不對 趕快踩油門瘋狂加速 但車子還是不幸被砸中 大體站 對 我趕快先躲到這個 差點GG 3號早上7點58分 花蓮發生瑞士規模7.2強震 其中山區市區都有嚴重災情 而撤離疾搜救行動展開後 許多行車記錄器及監視器 拍到的驚險瞬間也陸續曝光 當天就有駕駛行駛在太魯閣國家公園 九區洞西口方向 地震發生遇上落石 本來只在遠處聽到陣陣聲響 但瞬間一旁邊撥就有大群石塊滾落下山 加重擋風玻璃瞬間裂成蜘蛛網狀 然後仰起大片塵土 最後畫面直接一片黑 觸目驚心的瞬間 讓看到影片的所有人都嚇壞了 另外在高空中也有人捕捉到瞬間 從上往下看山脈上不只有雲 還有一團團顏色比較深的煙塵 就是走山的瞬間畫面 有民眾3號早上從台北松山要搭飛機前往台東 7點58分事發當下 他並沒有發現是地震 只覺得雲的顏色和平常不同有點奇怪 8點01分就拿起手機拍下 但其實那不是雲 是山崩引起的黃灰色煙霧 還有山體走山露出內層土壤的樣貌 影片幾乎就是記錄到地震的瞬間 不只觸目驚心也讓人類面對大自然心聲敬畏 TVBS新聞高中藍庭花蓮採訪報導 強陣毀了太魯閣國家公園 重闖花蓮觀光 當天在沙卡當步道的導遊感嘆 曾接觸兩個家庭 五位失措民眾 提供關鍵線索給搜救隊員 希望快找到人 講到一度哽咽 因為強陣來得突然不只發生汗試 自己也得被迫暫時沒有收入 而且在事發當天才剛幫團員拍完照 要暫時回車上休息 途中就遇到這次失聯的一家人 更加難過不捨 我已經幫他們拍照拍到底下去了 我就上來 我就上來之後 因為上來的時候 還碰到那個遊行一家五口 所以我決定他們是在裡面 3號花蓮強陣發生當天 這名核性導遊一如往常 帶著遊客來到泰魯閣國家公園 當天有一組德國客人 因為要趕隔天行程 所以3號一早提前時間到沙卡當 結果卻遇上強陣 不只接觸到一家五口 也有遇到新加坡的夫妻 畢竟導遊工作做久了 對於山林地點很熟悉 也給了救難人員關鍵線索 通常泰魯閣的一日行程 從沙卡當步到開始 再來往燕子口留方橋 中午到天翔休息吃飯 折返到越王亭九曲洞 最後回到部落丸吊橋 這名核性導遊帶團十幾年 雖然不是本地人 但因為熱愛花蓮的自然純樸 才會搬來到這裡工作 國內外旅客都接 主要就是帶團來泰魯閣國家公園 幾乎天天都要上山 但這次地震走山嚴重 整個月遊客數歸零 影響生計未來該如何是好 我是覺得這次影響會很大 對我們的旅遊業 對我們的交通這方面 這都是一個很大的創傷 但是我相信 我們花蓮人的任性 雖然無奈 但也慶幸地震發生的時間 不是在廉價期間 未來自己也會另闢其他景點 繼續讓國內外旅客認識 台灣的美好 TVBS新聞 李明慧莊凱鈺 花蓮採訪報導 強者救難英雄 多了一名Uber司機 在隧道躲過一街後 他借連救下了 受困呼救的女騎士 還有被砸傷的駕駛 等道路搶通以後 火速將傷患 再到醫院 美麗的台八線一夕變成世界末日 當時前方一輛機車兩輛汽車 剛經過181K 靠近寧安橋的路段 大量的土石就像海浪一樣席捲而來 只是沒有幾秒鐘的時間 前方的人車已經完全看不到 碎石不斷從陡峭的山坡滾下來 不僅砸中車輛 厚厚的塵土也開始堆積在擋風玻璃前 直到最後眼前景色灰蒙蒙 當時人就在現場的駕駛 聽到這個聲音逃過一劫 我分心就是要去關簡訊 所以我車速慢下 所以我沒有出隧道 然後馬上石頭就掉下來 對像他們三個 我就看到他們三個被擊中 可是大概兩三秒的時間 就看不到他們了 因為都煙霧了 等到沒有餘震開Uber的司機張家碩 才曉得和親人逃過死劫 照片拍下的全是一輩子 忘不了的回憶 自己的愛車也變成這樣 想要掉頭離開時 卻看到石塊擋路 只能在隧道裡避難 聽到有一個女生在叫 有點像 就是聽了你就知道 是受傷還什麼的 然後我就趕快拿手電筒 下去找他 回轉完以後 另外一個傷者也獨現了 男生的話就是 他的左手有一些 可能是小石頭打到的那種 因為他的車被砸扁了 所以他的頭有被車頂打到 原來三輛七機車全部被落石擊中 一名駕駛當場死亡 另外兩個人全被張家碩解圍 而受傷的女騎士 就是三月村的女員工 事後送醫躺在病床上的女員工 命是撿回來了 但免不了傷口疼痛 九號也在手臂不腫脹了 順利開刀 而這幾天同事怕他難受 輪流到病床打氣 經歷這次生死 駕駛張家碩逐漸恢復平靜 救人卻不邀功說 誰遇到了都會這樣做 TB情人鄭盛為韓上輪 他被報道 不過在花林飯店實習的高三男生 上班途中被駕駛押住 一天一夜才獲救 但Oka用葉克膜來維持心跳呼吸 但家屬傷心透露 現在疑似呈現腦死狀態 腿部多處骨折 救難人員快速固定傷口 忙著包扎 在太魯閣精英酒店 見教實習的高三生黃家安 強陣發生時 他正好搭交通車去上班 卻在九曲洞被落實砸中 雙腿遭重壓一夜後 搶救出來的時候還一時清醒 但送醫後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6號裝上葉克膜搶救 8號出現肺栓塞 如今疑似呈現腦死狀態 胸腔科醫師蘇一峰PO文指出 高三生被救出一兩天後 心臟奏停 可能是出現腔食症候群 由於被巨石酒壓 缺血細胞壞死 當巨石移開後 腿部血中的血栓 細菌 甲離子等壞東西被帶出來 才導致現在的情況 最佳處置方式 應該先打點滴 大量灌水 再慢慢移開石頭 但第一線醫療人員不足 現場情況緊急 才演變至此 黃家安疑似呈現腦死狀態 家屬透露會觀察幾天 再做最後決定 TVB新聞 花正森 郭穎 在花蓮的採訪報導 還在用葉克摩搶救的高三男生 就讀餐飲科 家中經濟不太理想 他用每個月的實習津貼 賺錢養家 老師說他又乖又孝順 還擅長做美食 比賽拿過特有 全身廚師服拿著便當 滔滔不絕講解自己這回的便當作品 他是不幸御震的花蓮上騰工商高三學生 黃家安 站在最中間 表情看起來超快樂 因為他2022年參與花蓮山野牛肉便當料理比賽 大敗其他參賽者拿下特優 便當還用名字 協音曲叫家加油 也是不少同學現在想跟他說的話 黃家安是同學們的開心果 消防說他陽光樂觀又上鏡 師生一起折止喝集氣 也要發起募捐 盼望好同學趕緊回歸 而他就讀餐飲科 是名見叫聲 從小父親過世被媽媽送到阿姨外公外婆家住 是家中的經濟支柱 暫時回不了這小衰溫馨的房間 曾加上還放著酒店識別證 誰能想到這回就是在上班途中遭遇劫難 工作的泰魯閣金營酒店回應 持續關懷他在音樂的狀況 只在賠償部分絕對會幫忙處理 從飯店到學校家人都只有一個願望 黃家安挺過去 大家幫忙就把家安打打氣這樣子 臭城是三人罹難的花梨長鎮 今天縣府舉辦了頭期法會 家屬心情沉重 我的悼念舊貓上面的康老師 有近40名的學生前去 還有人看到飛蛾在身邊 更加難過 花蓮強盛的頭期法會 才剛開始就讓家屬情緒激動 她是一家屋口 遭活買的遊戲男子媽媽 由於目前還有媳婦 跟兩名孫子下落不明 因此頭期這天有飛蛾出現 也讓她感覺到失蹤親人 似乎聽見了她的呼喚 另外為了救貓 離難的康老師 他服務的花蓮高農 也有三四十位學生 主動出席法會 心情不是很美麗 只要老師離開就是非常難 原來康老師在花蓮高農 擔任輔導師代理老師 平時除了上課 還會跟學生打成一片 也讓不少人至今 想起老師的好 還是會心裡隱隱作痛 對每個學生都很好 然後他也很熱心幫助我們 然後去輔導 心情比較低額的學生 根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9號統計 一共11人死亡 在沙卡丹 還有兩名罹難者沒有找到 而8人失聯 包括6名本國人 及兩名外國人 因此頭期法會 也希望傳達親人的 深深思念 因此收救持續進行 只希望能盡快傳來好消息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天王新大樓的拆除落葉 今天救回了寵物貓咪 卡著7樓鐵窗的橘貓 確認是8樓住戶的毛小孩 雖然被抓到滿手是血 但是動保員忍痛完成任務 讓主人感動淚崩 相關的消防人員 以及救援人員 他已經上了雲梯車 來到了7樓旁邊 雲梯車出動 全員目標就是天王新大樓 拆除作業 9號下午發現的 這隻虛弱橘貓橘子 就怕一不小心驚動他 又跑掉 動物防疫人員 打了兩劑鎮定劑 手還被咬了一口 等到橘子沒那麼激動 出動工具割開鐵窗 終於這一刻 幹幹做到了嗎 就目前現在畫面看到 這個貓咪哇已經救出來了 已經救出來了 目前的時間是在 下午的4點58分 受困第七天救援橘子大作戰 打陣 下來後連帶籠子轉交給 天王新八樓住戶余小姐 先送動物醫院再說 過程驚險萬分 但看看頂樓的他們 被網友說是最堅強的雞 正後即將買一週 仍然堅守家園 九樓住戶的機的部分 現在目前好像還沒有去做相關的 這個救援的考慮 目前還沒有相關做救援的考慮 這個待會我再來跟施工人員確認一下 看看那個部分看能做什麼樣的一個處置 而9號這天 除了因為舊貓暫時停工 中午拆除八樓時 大崗崖掃到瓦斯桶掉落 疑似瓦斯外洩 消防隊馬上進行灑水作業 還好停工約一個小時就復工 安全才是上上策 超過地震最新就在剛才8點01分 高雄桃園區發生流感地震 達到了四級的地震 而且難得是出現在正央在高雄 目前各地的震度如何 我們稍後會提供您更加完整的報導 長正過後花蓮暴震了32棟的紅丹圍樓 東大門夜市附近就有兩棟要拆 但今天只拆一棟 對民眾質疑厚此薄筆 憲夫表示結構不同 作業也不同 安全是主要考量 櫃手重重打破牆壁 瞬間仰起沙塵 大量水泥石塊與各種雜物一起落下 對住戶來說敲的不只是牆壁 因為栽損的關係門我也進不去 沒辦法去打開來 我也不敢 前幾年花了700多萬買房整修 現在全都成為磚瓦石塊 而一旁這棟還沒開拆 也已經被貼上紅丹 還是由住戶忍不住衝進去 能拿多少是多少 特別去借車來搬 然後結果就發現這邊已經在動工了 畢竟房子裝載的不只畢生積蓄 還有滿滿回憶 拆了不捨 不拆又危險 花蓮強震讓許多大樓 然後成為圍樓 搜證完後要趕緊拆除作業 不只住戶也連帶影響 周刀點家 心情上會緊張 但是我們相信 我們政府的施政能力 還有這些拆除大隊的 他們的能力 不只聲音受到影響 也害怕被波及 但為了安全 還是得要盡快動工 北冰街6號因為有軟角樓的餘率 因此在9號的早上9點40分 開始進行拆除 目前預計作業時間3到5天 與此同時 相隔150公尺處 一樣是在北冰街的北冰街2號 他同樣因為強震結構受損 目前已經貼上了紅單警示 不過因為暫時沒有立即性的危險 因此什麼時候要拆 還在吼論當中 通常在北冰街的早餐屋 只花了一天就拆完 相比之下另外這兩棟時間卻更長 不過我們這個相關的動員狀況 看起來目前應該是還可以順利來進行 處長也提到 是因為建築結構不同 破壞程度也不同 確保安全作業時間才會相對緩慢 花蓮有32件列為紅單 但目前人力機具充足 還不需要中央政府協助 只希望目前這三棟樓 都能在安全的情況下拆除完畢 TVBS新聞高腳 張博之南庭 花蓮採訪報告 桃園發生鐵皮屋火警炎 小二樓 讓屋主無家可歸 損失慘重 只扣一樓蓋的鐵皮圍檢 被拆掉後 又偷偷蓋起來 還存放大量易燃物 才一發不可收拾 大樓旁冒出濃烈的黑煙直竄天際 大樓的警鈴不斷響起 消防隊趕緊抵達現場灌救 疑似是一樓鐵皮屋起火燃燒 二樓的住戶看到後 慌張的抱起兩隻寵物狗 衝出家門逃命 但火勢已經延燒到二樓 一號上午十點多 桃園龜山區文三三街 一處社區一樓發生火警 現場也拉起封鎖線 二樓住戶的家被燒得焦黑一片 鋼筋裸露 磚塊水泥嚴重脫落 去年九月中花九百多萬才買的新家 就這樣幾乎被燒毀 讓屋主無家可歸 工作也只能停擺 真的好崩潰 我覺得是非常倒楣啊 因為當初如果 完委會他們有把這些違建去做一個拆除的話 應該今天也不知道不會造成這樣的嚴重的後果 如果我當時不在家 是不是整棟都燒起來 那裡面的人命或什麼的 他們怎麼負責 二樓屋主謝先生質疑 一樓屋主將公社圍起來 將鐵皮屋出租給公司行號 當作倉庫存放大量易燃物 疑似是造成火警的原因 一樓我聽社區官員說 之前已經有檢舉過一次了 那他們後來又在拆掉之後又重建回來 這個房子跟我的家電裝潢 全部都是新的 那我希望就是至少要恢復成我 發生事故之前的樣子 以及我現在沒有辦法正常去工作 這些都要跟他們做求償 目前要等火場鑑定報告出來 才能判定責任歸屬 謝先生表示 目前粗估財損五六十萬 裝潢至少要一兩百萬 才能恢復原狀 只希望調查結果 能夠幫自己討回一個公道 TB的新聞 廖宗信 陳家彤 桃園採訪報導 702強震過後 各地餘震不斷 累積超過800起 震度破5的就有30次 不少民眾的感覺搖不停 醫生說 這是地震後頭暈症後群 記者李傑為你說明 在4月3號花蓮發生 規模7.2的強震之後 其實全台各地 陸陸續續也發生過 非常多的餘震 其實到現在 餘震已經超過了800起了 那就有人覺得說 到底現在是在地震的餘震當中 還是是自己頭暈呢 現在耳鼻喉科的醫師就提到說 地震之後還覺得暈 有可能是地震後頭暈 症後群來作怪 那這個狀態呢 就是有可能會感覺到 在地震之後 你又可能頭暈或者是耳鳴 甚至呢 在沒有地震的時候 你也感覺到地板在搖晃 嚴重的話 你坐著呢 也有可能會有以上類似的症狀 那就提到 這個地震後頭暈症後群 到底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也就是說一種類似 創傷後的壓力症後群 他可以感覺到 對於地震呢 在心理方面 已經造成了壓力還有恐懼 而這個心理的壓力跟恐懼呢 已經影響到你的生理狀態了 也就是影響到你的 內耳前庭平衡的功能 導致呢 你會有晃動的 像這樣子的一種幻覺 那到底什麼樣的人 比較可能會有這樣子 地震後的頭暈症後群呢 根據日本的研究 他們就發現說 其實女性20歲以上 住在三樓以上的這個樓層 容易暈車 容易暈船的話 是特別容易耗發的 那該怎麼樣緩解 像這樣子的症狀呢 現在專家就特別提到了 保持運動的習慣 或是到戶外走走 看看遠方的景色 避免過度緊張 其實都有機會 可以緩解這樣的情形 而且我們可以知道 這次發生強症之後 其實餘症不斷 後續這幾天 也有可能會有一些 大大小小的餘症 但是如果你發現 明明沒有在地震 確實還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這三種方式 都是可以提供你 緩解這樣的狀況的好方法 花蓮大地震重創觀光 讓剛進外露的 漢平酒店宣布永久協業 並之前僅百名員工 勞動部證實 業者已向縣府提報 大量解雇 第一批就有69人 花蓮大地震重創當地觀光 而雲朗集團旗下的 漢平酒店也宣布 4月3號開始停止營業 現在更爆出 已經向縣府申請了 大量解雇 勞動部聲明證實 花蓮漢平飯店 因為地震影響 必須停業重建 規劃在4、5月分兩批 共解雇全數員工86人 雖然漢平和員工 開了閉門協調會 但很多人還是感到無助 雷工其實人心都有點 茫茫然也不知所措 因為現在一切都在等 總公司的安排 明年的2月 我才會停止 明年 然後發現都要開會 所以真正的疾病 我也不接近 漢平飯店原定規劃 在2025年才要重建 但因為地震提前啟動 解雇令和地震一樣 來得突然 讓部分員工難以接受 我有兩個同事 是住宅有受傷 目前應該就是看公司 不知道怎麼去安排他們 有員工是地震災民 遮風避雨的家都還沒修復 現在工作又說沒了 就沒了 雙重打擊 不過漢平母公司 雲朗觀光集團公告表示 會優先詢問 遭解雇員工 是否願意 轉介到集團其他單位 不續任的員工 也會妥善安排 資遣方式 原則上未滿 三個月以上未滿一年 也是要10天前預告嘛 那假設說這個公司 他結束營業 是立即要關廠 然後沒辦法提前預告 那這個不停10天的預告期 就要補發成薪資 漢平飯店開出地震後 旅宿業大量裁員第一槍 究竟還有多少企業公司 和漢平一樣 讓員工被迫失業 勞動部表示 正式還沒有相關數據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花蓮強正觀光崩盤 因為遊客不去 明店門可羅雀 但也有業者發揮愛心 把食物跟飲料 分送給家民 跟救難隊員 甚至提供救難隊 免費住宿 架子上的盤子都掉落在地 大油鍋的熱油噴出來 泡菜和豆腐 也都倒了好幾桶 3號大地震當天 花蓮名店玉里臭豆腐 也是回損慘重 幸好當時還沒有到開店時間 考量員工和客人的安全 店家當天暫停營業 收拾整理了半天 這幾天雖然恢復做生意 但空蕩蕩完全沒有人潮 生意真的有差 大概損失4.5到5成左右 雖然生意大受影響 但店家仍舊發揮愛心 將豆漿飲料 紅茶 送給需要的救難人員及災民 也在臉書貼出公告 只要憑醫護 消防 軍人 警察的證明文件 就可以免費領取豆漿飲料 花蓮一家牛肉湯名店 地震當時店長正在準備前置作業 突然劇烈搖晃 熱湯從大鍋溢出 鍋碗瓢盆不斷掉落砸碎 幸好反應快逃出店外 聲音同樣也相當慘淡 店家乾脆直接休息 跟其他餐廳業者一起協助受災戶 地震後我們幾間餐飲業的朋友 然後就分散 然後去幫助一些災民的 三餐 對 然後還有就是協助外縣市 來幫忙救難隊 我們花蓮很多民宿 因為也是空的 就協助給他們免費住 而花蓮知名的炸彈蔥油餅 雖然有營業 然而也是跟其他店家一樣 炸彈蔥油餅是很多人 來到花蓮旅遊必買的名產之一 但現在能發現 因為地震影響 人潮少了很多 店家表示因為客人少 現在備料都準備的比較少 賣不掉的也只能丟掉處理 少非常多啦 少不是只有一半而已 只剩一兩成 對啊 因為跟疫情差不多 只是比疫情 讓你稍微再差一點 廉價原本是生意最好的時候 然而地牛大翻身 不僅造成嚴重的災情 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 特別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問再次提供 請問再次提供 不提供的新聞 是我們 請問完整的新聞